這個題目是104學測的一個測三高的問題 那這個全體答對率是43% 然後前三分之一答對率是81後三分之一是4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形的說明 我們直接先把圖形先叫出來 好首先這個老王在這個A點的位置 看這個3的高度這個P點到這個底下這個角度 這個是整個三高 他得到的楊角側的楊角是13度 接著他再往前走37公帳 往前走37公帳到達B點位置 那這個時候再重新看到這個3的這個頂點 這個楊角是15度 然後他跟我們講說tang的13度 給我們tang15度的值 他要我們去求什麼呢 去求這個整個的三高是多少公帳 那其實我們可以先做一個假設 好我們先假設一下 他測的楊角15度的B點到整個三角下 這一段綠色的總長假設是X公帳 好那這個三高H 這藍色我們假設H公帳 好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知道 先把這個大的這個直角三角形 先做一個tang1c 題目也跟我們講說tang13度是0.231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0.231是底分之高 所以整個底長是X加37 然後高是H 這是依照tang的定義 那再來我們就關注什麼呢 這個小的這個三角形 也就是楊角15度的這個黃色三角形 他的這個tang15度比值 有跟我們講說是0.268 然後底分之高 綠色分之藍色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 以致兩個條件 然後就可以把這兩個位置數給解出來 好所以我們把這個什麼呢 解連力 解連力 所以H 把這個X乘過去 H等於0.268倍的X 帶到第一次 好我們解連力就可以解出來 這個實際的三高 三高是大約是 61.908公帳